大家好,在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夏季养蟹爪蓝最容易出现的问题 我们想避免蟹爪蓝在夏季出现一些问题 那么有几点我们坚决不能做的 首先第一点就是给它大量的浇水 因为这个时候气温较高,雨水较多,湿度较大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给它过度的浇水 就会导致蟹爪蓝的土壤出现积水,导致闷根出现腐烂 大家看一下我这颗就是由于浇水过多 导致的这个蟹爪蓝的根全部已经烂掉了 大家看到没有 这些直接就可以拿出来了 这些根已经腐烂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切记不能给它浇水过多 尤其是我们把它放在室外养护的 那么第二点坚决不能做的就是给它施农肥 尤其是一些富饵肥 因为这个时候是蟹爪蓝的休眠期或者半休眠期 这个时候给它使用一些复合肥的话 那么很容易导致它的根系出现肥害 尤其是稍微积水的时候更加烂的快 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养护了温度低30度的话 我们可以适当的给它补充一些微生物有机肥 因为这种微生物有机肥它不是一种化肥 它是一种有机肥 它里面含有65%的有机质 还有大量的微生物 那么在这种有机质跟微生物的作用下 它的土壤会更加的疏松更加的透气 不容易产生积水 不容易产生肥害 那么就避免了我们给它施肥带来的一个伤害 那么还有一点坚决不能做的就是给它晒太阳 因为这个时候太阳非常的毒辣 而且温度非常的高 我们给它晒太阳的话 很容易被灼伤 尤其是下雨又出太阳 这种天气交叉的时候是非常容易的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 我们在这个时候养护血爪蓝 一定要避免的这件事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